国防部的兵役制度跟疫情的延长 或者是训练内容的相关的改革 这方面我没有任何的内幕的消息 那我们也在等待中央 等待行政部门 有任何相关的宣布跟讨论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 针对我觉得对手阵营的一些口水的攻击 我也希望大家在有空的时候 可以看一看国际新闻 了解一下国际情势 也了解一下当一个国家 面对强大军事威胁的时候 对社会整体所造成的波及跟影响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升台湾整体的韧性 这是为什么除了投资国军 我们需要国土防卫部队 在平时负责灾害抢救 在战时也能够负责各个社区的安全 为的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以及财产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升每一个社区的韧性 我们为什么需要广泛的全面的推广灾害应变的能力 建立韧性的社会 从国军到国土防卫部队 到我们的专业锦销 到有韧性的社区 我们才有能力向社会 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保护家园的决心 我们才有本钱来嚇阻战争 维持和平 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任何对于军事冲突不了解的 可以看看乌克兰过去九个月所经历的 那这是没有任何人希望台湾有乌克兰的下场 因为没有任何人从战争中得到好处 所以我们尽力我们所有的国防投资 所有的国防改革 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战争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忘了刚 我们现在的兵役法就是男性当兵 那我的主张也是我上一次立法 我上一次政见发表会跟各位的报告 就是我支持的是全面的训练内容的改革 同时适度的延长兵役 那国土防卫部队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募兵性质的部队 有意愿参与的才来参加 有意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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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